金鐘雙料的事後 林依晨 各位請來 希望我們也曾經錄了 今晚以後林依晨呢 這次重蠻大螢幕 台灣的國畢演出 非常願意期待 國畢 田地殺菌 歡迎十位 主唱演員 我們先來一張大合照 請一起看上中間的美女朋友 那個友萌跟依晨站中間 我們這兩位 好 我們一起看上左手邊 身體轉一下 我們跟台灣的美女朋友們 打聲招呼 同時來介紹一下 片中演出的角色 好好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剛剛拍照的時候 我們還希望能夠裝酷的 人真的回到家鄉來 看到這麼多了 我真的忍不住 一直想要笑 請多指教 謝謝 太客氣了 這一季演出的角色 這個 據說非常的 很特別 很新鮮 很特別 這是第一次演台灣警察 然後需要做一些訓練 然後希望這一次 這次角色也是 雖然之前也試過很多不一樣的人 那這次這個 我想他是一個 算是小人物吧 雖然是個警察 所以他身上會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但是以前沒有試過 我希望可以繼續給大家驚喜 聽說你是一個懦弱 同時也是世界八十六 真的沒有啊 大家都跟我說很久了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這樣 對 我們這個很演技派的角色 還可以看 大家可以到時候可以看 還沒有期待的演出喔 謝謝永鴻 接下來是依辰 這次首飾演這個景緋的片型 是演劉景 來介紹一下自己的角色 如果說有服務要演的是陌落的話 那我女的就會使到相反的那一旁 對對對 因為我是一個可能 懷抱著女高理想頭的 輸入底界的太鳥 是 那不過我個性也是比較充 那他在戲中才有些個比例 可是我其實並沒有 我比較多的是想要證明自己 所以當我跟永鴻哥分到同一組的時候 我就會分到 你生氣 我會覺得 為什麼他就是不積極做欸 然後整整整整 可是礙於他是我的學長 所以我可能很多時候 再對他 跟他之間會傳是比較對你也比較好 你們片中有一些什麼樣的感情 結果可是完全沒有嗎 還是若有似無 買票就知道了 還沒開拍 買票喔 免體的時候 對對對 我覺得在現場在拍攝的時候都很 應該會有門區的互動 我相信 謝謝醫生 我覺得我是一個有病的心理醫師 這不太病 該出戲了 該出戲了 沒有啦 這次因為跟小燕道也很好 我們上一部戲有緣到這一部戲 上一部就是 心理有點問題 這一部也不可能會讓你 不是什麼好人 那我可能就是屬於那個殺雞的那個殺 那我可能就是屬於那個殺雞的那個殺 誰是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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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說沒有人 他們有點激烈 他們有點激烈 所以我的角色就是也不是這麼好人 大家事務一代 是蠻特別的角色 恩 謝謝 大家也看到為什麼會好像很多人想爭取這個角色 對 因為這個原因就在大影響上 是 好 好 接下來直音 來 嗯 這次很特別是跟 Ken哥演夫妻 是 我們兩個戲 對很平淡 但是又甜蜜 又恩愛的小夫妻 然後 希望 甜蜜恩愛小夫妻 對 希望會有 錯的魔法出現 好 謝謝直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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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謝謝 謝謝